各位第一期觀眾大家早又來到我們鳳凰蜜的時間 我是何懷哲 在昨天是8月2號 大阪是在9000點 而且再創一個新高點在9086 再創今年的新高點 但是收盤的時候跌了11點 所以每個人都搖頭說 哇這行情是要怎麼做 我說這行情實際上你要有特別的方法 特別的規劃 才有辦法給你特別的你才賺得到錢 它是很極端化跟天氣一模一樣 你做對那不是一百分是加倍 加了好幾倍 如果做錯我跟你講那一整一整的你也担沒人 所以告訴你說這個地方你要什麼 你就是少了一個人要跌你一下 在這個地方不是你的方法錯了 再調整一下就可以了 在這行情為什麼沒有量 但是為什麼很多股票我的股票都有量 你回答我嘛對不對 又不是我很臭屁說今天這些股票今天才跟你講 你可以跟我講說我運氣好嗎 但是運氣好會是這麼多檔股票的運氣好嗎 不可能的事情嘛 你說老師你有特別的訊息 你跟公司派去那個 我跟你講這個當然也是一定要去拜訪的啊 但是你不能說拜訪每一家公司你都把它按個讚字 那也不可以啊 你要有分析判斷 而且很多東西也要很多公司我是 他不瞭我我也不太理他的 我根本連看都不想看 所以很多人說老師人家說哪一家好 我根本連看都不想看 你聽得懂嗎 因為有些東西我根本不值得我們重重舉起 那有些好公司我沒辦法不只要按個讚字 在任何拉我們今天站在那一個買方 免得漲停板的時候你就說 哇老師又漲停板了怎麼這麼厲害 我哪知道為什麼這麼厲害 就是有些股票就是這樣 他會得到一些很多特定人士的什麼 青睞嘛 因為他題材性夠嘛 所以簡單一點你快來賺啦 你不要問那麼多 因為資金行情的引爆真的說實在 就是掌握重點就好 對吧 資金行情引爆你又 你如果看不懂要說哪是資金行情引爆 那這種量是指標資金行情引爆 對啦就有734億的量 而且大部分都是法人在操作的 而且我買的股票跟法人不太一樣 我如果今天叫你去追大內光台積電 那坦白講你來找我幹什麼 那主辦你要做這種股票你自己操作就好 包括這些股票早就自己跟你談過的 包括1565的金黃光學對不對 這種股票真的說我現在跟你介紹幹什麼 這種股票早就在之前 今年大牌在大跌的過程裡面 來到7999的時候 你只要願意彎腰下去撿鑽石 到現在說實在都是工程生退 我唯一一檔沒有叫你買的股票 我承認就是台積電 因為之前我放空 我放空162塊嘛 你也應該知道嘛 我143塊告訴你全部回補 的確我沒有做他 因為我就不太 我就比較喜歡大內光嘛 我資金只有一套 我坦白講我不可能我全部全收 那真的騙你的對不對 回補我沒有做多 只有一檔股票 創新高股票沒有點你一下 我說我對他沒什麼興趣 結果沒想到他今天也是叫好又叫做 的確難免是有一兩檔股票 我不見得說我一定是全贏嘛 但是只要我看準的股票 哪一檔讓你失望 你自己想想看 欸 金華光學也兩 一張都兩三百塊耶 那大內光呢 更是翻倍了 所以這個地方 因為這些高校股的帶動之下 我一直跟大家講說 他一定會帶動一個中小型股 一個比價比價效應 你只要掌握專者有提供性 資金行情的流入 你就很好賺錢 我這邊來講 包括昨天 既然大家都在等什麼 等半年報 包括第二季會不會 他營收會不會再創新高 因為在等半年報 怕碰到地雷吧 實在一般來講 半年報 你拿來 實在我都可以幫你檢視 那個都算得出來的 不用等公佈 為什麼我一直跟你講普風 你自己看普風 你看昨天普風漂不漂亮 說老師不錯耶 真的卡起來了 你有比較厲害 不是我厲害 他本來就該漲 我跟你講跟我有什麼關係 我一張股票都沒有 對啊 那他有沒有人氣 效率當然就700多億的量 他這種是30幾塊的股票 如果嚴格講出來 這種股票 昨天怎麼爆了一個7988張的量 而且幾乎收最高 我是勸你一張都不要賣 因為這種股票 跟你們之前一個月的壓縮 在平台整理的將近 就區間整理嘛 38到34塊之間 我都等到這個地方來講 你就買了嘛 你那時就算買 你可能還要 老師你如果不準 又跌了 跌了又怎樣 有沒有乖乖回去 所以股票在低檔看得懂 看得明看得透 坦白講 那真的是考驗一個人的 什麼 真的實力 你要賺大錢我有什麼 就像你要賺大錢嘛 你永遠要比別人領先 聞到那個 乏人問清楚的一個位置的話 那個地方才是真的是鑽石嘛 就彎腰下剪鑽石嘛 那結果今天說實在 我們團隊的評估 普風有沒有對得起 他的營收果然是創了 單記歷史的新高 半年報當然是什麼 雙響炮 他不是跟你講說雙響炮 現在報章媒體 這份是報章媒體昨天的格鬥 當然也感謝他的加持 所以他漲回去了 什麼均線都已經 都已經什麼都突破了 都上揚了 因為這份報章 昨天8月2號 早上8點多 他就告訴你 他的業績相當好 營收債創新高 包括毛利率也非常好 包括今年不只上看3塊錢 是起跳而已 咚咚要好兩年 一定有的啦 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說一家公司的 說實在難得他有拉回 你會偏偏跟我講 哇他會熱啊他會熱啊 因為今年漲太多了 我特別有跟你講過7月28號 7月底要告訴你 我說這張股票是在等待一下 或許你手上有注意一下 突破你要賺大條的 一樣告訴你這個地方已經突破了 而且我畫給你看 這代表什麼 這張股票真的說實在 真的非常難得 7月5號除息之後 一路的往下踹 那你這個地方告訴什麼 告訴洗盤嘛 他會買更多回來 是不是買了回來了 就好了嘛 為什麼他會買到 因為真的公司本身 體質完善的公司 包括真的有一些未來性 不是單單只有電子股啦 當然既然 也是我們的農曆7月到了嘛 這也是一個重點嘛 所以這個地方剛好什麼 叫好又叫做嘛 那業績又很好 這個地方說實在這張股票 如果你有的喔 你真的喔 你最少應該有這張股票 你不能夠想到 是我要賣掉 天啊我真的是 我請教你喜歡賣 我真的不知道該怎麼辦 你這麼愛賣股票 我就只有這張股票賺到錢啊 真的有人這樣跟我講 我說不可以賣 你更是要把 常常跟你講一句話說 你手上擁有的 王牌就打撲克牌嘛 你把王牌打掉 你這場排局 你到底要贏什麼 真的你要贏什麼 你實際上都是那些阿里布達的 二線三線 你準輸的嘛 你王牌不能輕易把它拔掉 對不對 你一定什麼 你一定要把王牌留在最後 一分鐘攤牌的時候打 你才是 你才會贏得天下嘛 真的真的真的 你這樣才會有辦法加倍奉華 我跟你講的是真的是 怎麼樣讓你可以變成市場上最什麼 最會賺錢的 所以說我第一個我跟你講 我絕對不是告訴你去符合外資法人 我也很討厭外資法人 的確台灣的股票都被外資法人賺走了 但是我告訴你現在真的厲害 是我們台灣的公司派跟中石戶 他已經在進場了 你說老師你怎麼知道 我就覺得他在進場啊 你要說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可以告訴你呢 你這問這是很好笑的事情 我去問政府看他會不會跟你講 等他漲上人家跟你講 哇誰在買誰在買 這不是市場嗎 那所以很多東西就是不可說不可說 你跟我這樣做 那如果你有緣 你願意看得懂你就來找我 那如果你看我們節目覺得不錯 最好你不要追高殺低 這張股票也把你救回來了 雖然他還沒有來這個地方 但是我絕對沒有叫你買在7月5號 是7月5號開始在下跌的過程裡面 我說這張股票我認為他會來填息 為什麼 營收就這麼好 那你告訴我他今年漲了一倍之後 難道不會 低交最有大特性在哪裡 他漲了一倍還有一倍還有在 就是真的不可思議的 因為他從二字頭漲到四字頭是漲一倍 四字頭漲到再漲上去的話 漲到六字頭 那就已經漲兩倍了 兩倍三倍了 如果你以二十塊來講 那是很可怕 那我請問你 普風現在 可是你只要一檔股票 從四字頭到六字頭 實際上你還是算是低價位股啊 你沒有感覺耶 但是你可以賺了很多耶 所以你那個二三十萬 不知道五十萬的資金 一點都不小耶 如果你大氣一點 當然有些股票大氣晚成啦 真的是 那的晚成沒有辦法 人家說大氣的東西對不對 就是 你要忍耐一下啊 會晚一點還你一個公道啊 所以這種股票就叫大氣晚成 你也要大氣一點 誇會一口兩口 對不對 有賺到就跑掉 你告訴你賣掉你要買什麼股票 你要馬上進場去買股票 然後等一下又套牢了 現在投資報警 這個地方是個大行情 不怕你賺就怕你賺很少 包括我從來沒有叫你追趕 我說你錯過之後 我會複製成功的經驗給你 因為這種股票當然好的 你手上有的 你一定什麼 一定還要續報 而且包括他正在走他的 如果我沒有看錯 他在走他的主身段 就是最好賺錢 花樣的年華 那什麼意思 最美的時候 你怎麼樣買他都沒關係 你怎麼樣短套都 人最怕是長套 你短套沒有關係 因為短套代表你股票不會亂跑 短套之後你只要拉回再找買點 一旦噴出去的時候 代表你所有的高點都不是真正的高 叫主身段 我這樣講你可以接受嗎 這種股票幹什麼 噴出 主身段之後 最後會變什麼 會變嘎空 嘎那個什麼 嘎那個喜歡放空的技術線型 看到線型已經乖離過 放空 被嘎完空 一檔股票才開始什麼 結束 這就是人生啊 潮起潮落一樣的道理 說他最好的時候 你幹嘛一定要什麼 幹嘛一定要給他看壞他 所以不要這樣子 真的這個地方來講 要好好的賺錢 只能這樣跟你講 包括這個地方來講 我們進來告訴你36塊 全收 包括你現在要買38塊 昨天沒有了 我也是等待來的啊 包括甚至不小心還有大跌 我還告訴你35塊你要全收了 對不對 那到現在來講 不要看 剛才老師謝謝你3塊錢很高 現在3塊錢也不錯 你買個10張也3萬塊 很多人今年都還賺不到 常常股票一套一套一整年都賺不到錢的 當然10張30幾萬馬上賺10%也很好 而且只是看電視耶 但是我跟你講你要賺多的繼續報 因為這種股票真的說簡單一點來講 他第二季的單季創了 營收創的歷史新高嘛 而且是雙響炮嘛 他營收毛利率也提高嘛 包括現在進入他的旺季嘛 那我請問他歷史高點在哪裡 你注意一下歷史高點我提醒你 他在127塊如果沒記錯的話 那現在離什麼 離了他零收創歷史新高 那股票有創新高嗎 對不對 我們不是說跟你預期長這樣也要追高 但畢竟你自己去評估 我跟你談的有沒有道理 所以為什麼股票這樣會長 因為你要從一個真的正規的一個 他的一個國際觀去下手 他公司本身 單單他的他的公司 有花了時間在改造他的他的品質 我請問你一檔養雞的就不會漲了 誰跟你規定 那現在今天來講 當然這種股票 如果你手上真的已經賣掉賺錢 恭喜你 這地方來講 包括現在有人去 對不對恭喜你 那沒有的話 有的一定要乖乖續一半 沒有的話 有機會如果有拉回 不要忘記 可以還是什麼 還是站在買方 絕對不要在那邊看壞他 這個地方才這種 把錢留著 看有沒有機會 那有沒有機會拉回 我真的不知道 但我又不是神 但有一檔股票 真的是說是很奇妙 現在很多人問我 老師怎麼辦 宇峻瑩要不要續報 還要不要再加碼 是要加碼在哪裡 他都已經來到62塊漲停板了 這檔股票真的是手遊概念股 台灣跟你講說 台灣有什麼 任何一檔Pokemon概念股 台灣在哪裡有Pokemon概念股 我不會玩線上 我真的不會玩線上遊戲 坦白跟你講 但是說在電競這種遊戲 幫我手遊這種未來的區塊 真的是一種非常大的 網路上非常大的龐大的市場 不可思議 我跟你講真的不可思議 那當然宇峻來講是做手遊 他是不是Pokemon概念股 但是因為Pokemon 目前來講 這個目前在當紅的情況之下 這個夢形成手遊 大家的一個非常按個站子 那包括這次宇峻在大陸的電玩展裡面 說實在他也推出很多新的一些 遊戲的一些禁忌 非常受到現場一些年輕學的人 的一些按個站子 包括他人氣也相當的旺 所以為什麼這檔股票 人家墊完漲之後 他是一馬當先 又在什麼 在漲裡面 但問題是說 我現在不再跟你說故事 說他好在哪裡 這樣我早就之前跟你講過 好在哪裡 坦白跟你講 你自己想想看 類似是你不愛他而已 現在你要愛他 他也不愛你了 我說每一股 這個三塊錢 對不對 是不多 但是他是 他是手遊 他是遊戲做軟體的 對不對 但是這一波的雨菌是相當讓大家什麼 我跟你講 幾乎他漲幅 漲了快一倍 而且我是一路叫你 因為他一路向上 所以當然你要一路加碼 到今天來講 我告訴你不要再加碼了 有的你要續爆當然恭喜 沒有人給別人去賺 這樣可不可以 我這樣對你好不好 我再找一檔給你 我一路叫你加碼 幫我這邊的時候 你還笑我說 還跌到六月四號 你現在想買個五十七到五十五塊 都難上加難 為什麼 實在最簡單來講 這個地方是一個大量區 好我將你看盤 我是這樣看 去而這大量區 八千三百零三張的量 你知道這個量是 是多可怕嗎 這個量是他 原來是他這麼幾年來 在將近這十年來的最大量區 如果沒看錯的話 他的高點 在七八十塊的量能 都沒有這個量檔 所以這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很可怕 這檔股票是一個很可怕的一檔股票 他大量區是爆在這五十四點三那天 沒有收罪 剛剛又回來洗盤 所以我買在五十五塊 你說對不對 我現在跟你標準單給你解答 就這麼簡單 我看來就這麼簡單 有沒有繼續再漲 對不對 那就好了嘛 所以這個已經成名跟他們說 我的選股的確有特別的什麼 我有特別的方法 你相信我就對了 你就安心賺錢就好 而且我的股票給你 是人人都可以參與 你買多賺多 買少賺多 包括股票 我當逮到一家公司的一個 主生蛋的股票的時候 我是一張都不賣 而且我一路向上一路加碼 到今天來講 我在好心的跟你講 已經漲停板了 有的恭喜你 也恭喜所有參與過這張股票 包括我們的會員有的都續爆 但是沒有真的你不認真去追啊 講實在話 你在追的話 真的說上 你是在追自己的成本 那真的是 我這樣你不會賺大錢的 你這種錢就留給別人賺嘛 對不對 你既然之前沒有參與到37、38 人家是買在這個地方耶 人家是一路向上買上去耶 你最少等回測這個地方再考慮嘛 那沒有就算了嘛 我找一另外一檔股票給你這樣好不好 因為實在我們進來 會員進來也很多人問我說 老師 宇峻你告訴我們 會來到60塊我賣掉 那這樣子還要不要再追 我當然不要 賣的就好啦 給別人去賺啊 說實在我短線也賣掉了 我坦白跟你講真的啊 我沒有了 波段當然我們再說再研究 因為一檔股票的波段 不是這麼好規劃 但是畢竟你的資金只有一套 你馬上一買就套 對不對 那我接著要跟你講什麼 宇峻有的長線來講 我覺得它是很可怕的一個潛力股 因為這種股票還要給它時間 還有發光發熱 還非常的亮麗 它是一檔非常閃亮的鑽石 但是沒有的話 實在我這邊邀請一檔股票 有一檔股票如同 宇峻一樣在40幾塊的位置 45塊到46塊的位置 你要不要給我時間 我先問你 你要給我時間的話 我才要帶你賺錢 好 一檔重點式的規劃 你確定沒有宇峻喔 你確定都已經沒有宇峻喔 包括你也要 真的要像宇峻一樣 45塊到46塊 重新做打造規劃的一檔股票 這檔股票 複製宇峻上漲的模式 一檔重點規劃 你快來賺 這邊來講 我這邊跟你講真的 你要確定想清楚再來賺 你如果不要賺 你每天會猶豫不決 我就不給你賺喔 我跟你講真的喔 因為有時候真的 有時候是緣分緣無 當然我不是說叫大家 一定要來找我 有時候看電視能賺錢 也是大家都很開心 但是如果你要賺到你想要 重點式的集中 能多買一點 那比較安心喔 這個是賺賺賺不用 很多人給我按讚的啦 幫我賺賺賺 你最少是要賺錢 不要賺賺賺的 你要賺賺賺賺 快來賺 資金大行情 大賺小賺 都是賺 你彎腰下去轉賺 減賺 這檔股票 補你 雨菌沒賺到錢 這邊來講 像雨菌在45塊的位置 我坦白跟你講 真的給我一點時間 我跟你講 這檔股票為了爆發你 絕對不輸雨菌 隨便你相不相 如果你相信我的話 你把這檔股票帶回去 包括傳承稿我也寫得很清楚 也歡迎你參考一下 到底要怎麼重新做打造一檔 非常重要的下半年的潛力黑馬股 這檔股票重點是我本週的規劃 已經跟大家講得很清楚 我歡迎你一起來做動作 那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哇 別鎖得七十萬元以下家庭 另有家額補助呢 要去哪裡辦呢 幼兒園就可以幫你辦 快樂上學去 超越大盤領先市場挑戰自我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亞洲投庫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投庫帶您賣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聲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投庫 亞洲投庫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的電話 零二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二五七八三七七七 戲劇好物 趣味設計 居家生活 GTV iShopping 讓生活更有感覺 GTV iShopping 教身品牌 安市優 全球影型眼鏡領導品牌 改變從安市優開始 行前須注意氣象 天氣穩定才能登山喔 GO 小胖快一點 大家等等小胖 隊伍別拉太長喔 小胖 沒事吧 沒事 登山時同伴間要互相照應 事故發生時 應立即撥打119或112 請求協助 零對航性責喔 內政部消防署 關心您 現在買六盒安市優 送兩百元禮鎮 現在買六盒安市優 送兩百元禮鎮 Oh my little baby My little baby I love you I love you Oh my little baby My little baby I love you I love you I love you AEO Tappuli 雪印成長配方 I love you Yuki Jirushi 又回我們第二個單元 所以現在很多人在問說 那半年報公佈 不知道未來那個公司怎麼樣 奇怪 半年報是8月15號 全部到公佈完畢 但是很奇怪 我的股票是要你去仔細查 不管是兆利 波羅威 包括普通 包括所有的 我曾經跟你講過的一些 現在目前來講 市場上已經公佈的一個股票 我想你也應該 有些股票 你去自己查 有些我都有點過你 因為很多人很喜歡看我們的很多節目 各方面 就不方便在那邊講 最少你總是在波羅威吧 跟這檔普風 都是一樣 都是在創單季的歷史新高 現在才幾號 今天才8月3號 我的股票都可以領先跟你規劃到 它會創單季營收歷史的新高 是不是股價都跟著動上來了 包括昨天的不只浦峰洞 不只宇峻漲停板 包括 包括 趙立 也在創今年的新高點 包括 波羅威 也在創新高 這邊 為什麼 業績好嘛 叫好又叫做 而且最重要 我跟你講的股票都不是沒有量 不是那個用特定的 拉抬漲停板 我每檔股票都有量 你注意看喔 量都很大 包括波羅威 它還算是我這檔股票 還是算漲最少的 6952張 量 大盤700多億的量 還下跌了11點耶 你選股重不重要 對不對選股重不重要 是不是全部留在這四五十塊的股票 再出頭天 所以這不是你最好賺力 一百萬號去規劃一二十張這種股票 不小心可以逮到一次機會 我跟你講 真的 你真的會加倍奉還 真的跟你講 這種東西最穩定安全的 做個倍數獲利 所以這個地方來講 趕快回行啦 你要把 以前很喜歡操作一些 比較一些 長期低價轉機股 就是轉虧為盈的 應該現在沒有什麼轉虧為盈的 應該是業績成長股 它的毛利率大幅度的成長 包括它的未來訂單人件路 已經到明年了 包括公司的人件路 那個就是所有的訂單都已經滿載了 這個地方你去找尋一些規劃 我想你會賺得非常的開心 這比較難講 那當然波羅威就不用再重複 有的續報 有機會我們再跟你談 因為今天實在沒有時間 我最重要的是還要恭喜你另外一檔股 不要叫3548的 造力 五字頭變七字頭 這檔股股股股股更是厲害 不要看它沒漲停的 近期如果你掌握的造力的話 你是笑眉眉 這個跟你講 因為說它時間也很短 它才 既然你隨便買個十張的人 到昨天73塊 十來塊 你買十張又賺13塊 才花你一個禮拜時間 有沒有很好賺 而且7月25日 它還不過來這邊 還在39塊5 我還特命跟你講說 這種 這個實在我是不應該給你看 當然搶白講 當初我就這樣跟你講 有沒有快達正目標了 73塊了 而且包括一下 包圍一下這張股票 為什麼這麼會賺 這麼會漲 那當然你要多賺 不是看它漲不漲 最重要的是 你要真的賺得沒完沒了 就這樣簡單一句話 真的說實在 我一直跟你講它太厲害了 這就是所謂 你要有些細物線型 你要看大方向 我很喜歡看月線 這麼大的方向 就這麼簡單 你別你想 你看照力厲不厲害 62.2這個地方 就這樣正式的 把八年的長期的那個 那個沒有辦法的大壓力去 開花噴出了 那不是花樣的年華嗎 那你怎麼樣去看得 董事長股票會突破 當然你要去了解它訂單的來源 包括它的產品 真的要扮演公司 不是只聽公司怎麼講 你要親自去了解 這家公司的產品 有沒有國教它 有沒有它的一個國際地位 東西給你 你要看 要用眼睛看 不是每天你要跟你講說 好 報章媒體拿出來跟你講 好 我都不敢買 說實在它的毛利真的是也滿高 將近有25% 雖然它沒有來到 像新日新來到30% 但是問題在 它有些訂單把新日新吃走了 搶走了 所以市場上餅就這麼大 當一家公司本身的餅 被另外一家公司拿走的時候 它公司的股價就會受壓抑 說實在 當然3376的新日新還是比它高 但是就是因為它很高 所以我才很開心 它最好都在110塊120塊 都在相對歷史的高 它是一個基優成長股 非常基優的股票 那你要未來從這個股票帶動一下 就是因為這樣子把照例送給你賺 你是會買10張20張到現在 你要簡單講 如果以波段來講 這種股票怎麼可能結束 你看新日新多少錢嘛 對不對 所以你要快來賺 這地方賺賺賺賺 萬一要現在簡單 大賺小賺都是賺 快來賺這檔股票 博你這些股票所沒賺 宇峻第二正式啟動 44到46塊的位置 它到底是誰 它未來的爆發力下半年 它是非常非常很可怕的一檔潛力股 我跟你講 你要把這檔股票 你不會使用重點式的規劃 以這檔股票為主 也就是大家說的順利 年見 這檔股票 LUXGEN 五波五波幣 本月市場 就送全聯百元購物金 禮牌還有機會抽全聯商品任禮班 再想六十萬零利率 過多下好禮喔 LUXGEN 超越大凡 領先市場 挑戰自我 掌握行情 市場的常盛軍 亞洲頭部 擁有一流的分析師整容 堅強的研究團隊 準確的多工操作 穩健的獲利績效 提供您全方位的投資組合 亞洲頭部 帶您們向不同高度 開啟非凡人生 您財富的管理專家 亞洲頭部 亞洲頭部 珍惜所多 真情照顧 自己的電話 022-2578-3777 2578-3777 戲劇好物 趣味設計 飛機 變成 我看什麼 我看什麼 連續的 你們 我看什麼 你 你